支持蔡斌,重用吴孟杰年轻球员吗? 当前新赛季的女排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张长宁的付出却是一波三折 正当外界期待这位远离赛场三年之久的球员 会再次出现在赛场帮助球队取得胜利时 张长宁的一番言论让自己的付出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张长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的伤病并未完全恢复 不会在女排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出场 通过这样的表态不难看出 张长宁在新赛季很难会作为江苏女排的核心主力存在 张长宁的付出再次引发了争议 其实张长宁并未是真正回归到赛场 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口碑所做的一次做秀式的营销 不仅不会对江苏女排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对于当前的女排格局也不会产生有力影响 当然张长宁的作秀式付出也给了其他球员机会 像目前在江苏女排队内 新人吴孟杰发挥日趋出色 已经可以取代张长宁的位置 作为00后主攻的翘楚 凭借出色的弹跳和进攻 让人眼前一亮 联赛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 吴孟杰在进攻端的高点进攻 让对手束手无策 也是帮助江苏女排连续拿下胜利 这种优异的表现也让他获得了进入国家队的机会 在今年的各项赛事大运会 亚锦赛 奥运会和亚运会表现都可圈可点 尤其是在奥运资格赛收关站 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比赛 束手无策的蔡斌在王云露发挥不佳的情况下 派遣吴孟杰替补出场 替补上场的吴孟杰势如破竹 23扣14中 二篮三发 拿到了19分成为球队胜利的一大功臣 帮助女排三比一战胜塞尔维亚队 圆满收关 正是这样的表现 让吴孟杰在亚运会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机会 扣点高 弹跳好 身体灵活力量大 是一位绝对实力强劲的汉匠 不仅如此 吴孟杰与李盈盈的配合也是默契度十足 两人之间的配合远超李盈盈与王云露的默契 在接下来的赛事中中国女排要享有优异的成绩 蔡斌应该更加注重培养李盈盈与吴孟杰之间的连线 吴孟杰取代王云露已成定局 不仅如此 像目前还未归队的朱婷也面临着被让位的可能 在年龄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吴孟杰才代表了中国女排的未来 至于张长宁则已经完全会被弃用 长期远离赛场竞技状态未知 已经不符合当前女排用人的要求 在联赛中都没有位置 在国家队中更难有一席之地 从曾经的核心到如今没有位置 张长宁应该释然 这是女排更新换代的客观规律 那么支持蔡斌用吴孟杰取代朱婷 张长宁等人吗 欢迎留言讨论 再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